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介紹的這個湯也是國醫的好介紹 這個專門為冠心病的病患者服用 先跟大家略略介紹什麼叫冠心病 這是心臟疾病的一種 它的發病原因很多 主要是由於冠狀動脈觸陽行化 窄了或者甚至閉塞而引起你的心肌供血 供養不足 比較輕的冠心病 它的症狀就是胸口覺得不太舒服 活動之後你有心跪、氣短 有些可能沒什麼症狀 這些情況醫學上就叫做 忍匿性的冠心病 如果嚴重的你就會有胸口痛、呼吸困難 甚至你的意志會喪失、危及生命 還有一種類型就是會撤死 這類病人是沒有任何先兆 只不過是生命突然間中止 連想救的時間也沒有 對於這些引力性的冠心病 當你做身體檢查 發現你的心電圖就會出現異常 所以建議大家定期去做身體檢查 說回這次這個湯水 是很簡單的材料 沒有肉的 是分數適合的 就是用海帶、海藻各10克 黃豆100克 薑一大片 水六碗 做法是黃豆洗乾淨 最少要浸4個小時 你可以保留水 海藻你可以洗了 用暖暖的水浸透 然後切成絲 至於海帶 我曾經上傳幾個視頻 是說海帶有很好的效益 以及吃海帶的遺忌 兼且如何處理乾海帶 看著會在現在的視頻簡介 有的 裡面提過 乾海帶表面白色的粉末 你以為是那些鹽花或者灰 所以很多時候人們就洗了它 其實這是一種很珍貴的藥用物質 叫做甘露醇 所以有些人知道不用 把它蒸半個小時 才用來烹調 但是這個 你不浸泡它 又有另一個危機 因為它本身含有一種礦物質 叫做薪 這件事如果積聚過多 在身體裡 會導致它的酸性 令你身體中毒 所以建議食用之前 將海帶用清水浸 還要24小時浸 同時不停換水 避免你的身含量 是會過高的 那究竟應該怎麼做呢 為了安全計 我寧願不要甘露醇 所以建議 最好將這個海帶 也是洗乾淨 浸泡 然後不愛水 然後也是一樣設施 將這個 綠碗的水煮滾 加入所有材料 加上黃豆的水 總共綠碗 煮它一個小時 剩下大約一碗半的湯 加少許調味 這樣就可以飲用 這個湯 有抗凝血 降血脂 降血壓的作用 所以很適合觀心病 高血脂和高血壓者服用 這是一個人的份量 海藻是味鹹 性寒 能夠軟肩 清淡 淋水 而海帶 很多人稱它為昆布 也是味鹹 性寒 也可以軟肩 散結 也可以燒淡 淋水 所以這個海帶海藻 很多時候配合在一起 就用來淋水消肿功效 不過因為這兩樣的性質 比較寒涼 如果你是胃寒的人 就不適宜 同時如果你是寒底的 這個湯也是要少喝 特別對醋底人士 有這些需求 就最適合了 所以希望大家 視乎自己的體質 而決定是否飲用 希望這個湯 幫得到醋底的朋友 去對抗你們的觀心病 多謝你們收聽 多謝